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多肉植物 这一棵多肉植物有点特殊 它是怎么说呢 一个是这边是秋莉 这边是东美人 是两个最普通的群种 它是生长在一棵上面的 之前它是单独的 一个长涂了的秋莉 两边都是秋莉 我想了一下 正好有一个东美人 然后长涂了 我就把它剪下来 试试能不能嫁接生活 没想到 嫁接上两个月 它竟然成活了 其实很简单 我这个嫁接也是非常暴力的 多肉涂了 有多肉的涂的美观 它的枝条涂了以后 你可以做成一个盆景 然后把枝条悬下来 然后放到盆里以后 也是非常好看的 涂 你们在缺光少的话 仰涂了 然后把它做成盆景 然后少浇水 多见太阳 如果说缺光严重的话 就不要去浇水 一直保持一个形态 也是非常好看的 只要它的杆子老了 就非常的耐干汗 基本上不用浇水都可以了 偶尔的时候可以搬出去 浇上点水 放到外边一天两天的时间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涂长 而且根系非常的发达 它的枝干上都会长出气根来 再说一下架接 多肉植物是都可以架接的 我们知道长寿花 长寿花它是景天科的 跟它是一个科的 长寿花和玉树 都是可以架接到一起的 你们把这景天科的植物 架接到玉树上 把长寿花架接到这上面 都是可以的 就是怎么说呢 能成活 但是它俩如果不是一个鼠的话 会长得非常的慢 你们如果说喜欢架接的话 可以去架接着玩一玩 这一刻就是一个成品摆在这 我架接上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吧 然后打算就是看着 把架接膜给接掉以后 看着有鱼核 伤出鱼核的不错了 然后把它换到一个 这个高盆里边去 做成一个桩子 养老了以后再长出牙子来 到时候应该会非常的好看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多肉植物是可以架接的 架接的方法 如果你们想学的话 在下方的评论区里说一下 到时候我教给大家 到时候换完盆了以后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换盆的效果 有多好看 从换上盆到后期 长成型以后 一边是东美人 一边是秋逸 到时候如果说是 整个盆景出来的话 也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想看后续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到了后期的雅虎 包括后期成型的视频 都会告诉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呢 给大家说一下 多肉植物浇数 多肉植物在春季 在秋季 在冬季 它都能够生长 冬季温度低 室内温度低的话 它生长的会比较缓慢 所以说 这三个季节 是它生长的季节 浇水一定要掌握好 到了夏季的话 您前期的养分充足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浇水 不浇水 它安稳地度过夏季 不容易出现黑粉的情况 所以说 其他季节浇水 应该怎么浇呢 我们给多肉植物浇水的原则 就是盆土 干透 浇透 一定要记住 因为呢 它那个土 如果说您用的盆高的话 它的 就是里边水深过多 还没有干透的话 直接给它浇上水 会造成它的土壤淤积 土壤根性 一直在一个淤积的环境中 就会出现烂的情况 给它干透了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如果说您的盆土 干的时间很长了 好长时间没有浇水了 它的叶片发软 它的茎盖发软了 这个时候浇水呢 就去给它加上一点生根叶 生根叶能够促进它 快速的把根系长好 每一斤水里边 给它加上 五滴就可以了 加上瘾根叶以后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点 素酵的肥料 这种肥料是给多有重用的 比如花朵朵的石号 比如素酵的淡肥 都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随便的选择 素酵的淡肥 浓度是一比一千 一斤水给它加半勺 两斤水呢 给它加上一勺就行了 浓度不要高了 因为它的蛋元素含量 非常的高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 就可以了 这种花朵朵的石号呢 它是一种以 蛋元素为主的肥料 其他的元素也含有 蛋元素的含量较高 所以说你给它用 花朵朵的石号的话 就比较随意了 可以说不用再补充 其他的元素了 用蛋元素的肥料 就是它的叶片 非常发软了 想让它快速的恢复 直接去给它用 素酵的淡肥就行了 然后呢 给它浇水 等它盆土干了以后 给它彻底的浇透 一定要浇透 浇透的原则就是 盆底底孔里边流下水 来了就可以了 浇透了 它的根才能够吸收的好 因为它的根在上边有 在下边有 如果您去单独的光浇 上面的话 它下边的根系 就得不到水空 特别是您土壤 配吐不舒服透气的话 浇上以后 它底部的土壤 很难吸收到水分 所以说要么不浇 要么直接给它浇透 不干不浇 浇则浇透的原则 这是养多肉之物的一个原则 黑土一定要浇透透气 跟着小七养 按照小七说的方法养 您一定能养好 想让它出状态 很随意 给它充足的光照 少浇水就可以了 想让它快速的生长 给它用塑效的淡颜色肥料 这两种都可以 每次浇水的时候 十天或者是七天 给它浇一次 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快 状态好了 稍微控水 就能够出来状态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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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是用强威的根架接的一个小花的品种 叫做桌迷藏 也叫做朵朵藏 这个开花是非常多的 一年四季温度达到能够一直开花 去年秋天就是刚要入冬的时候 我把它搬到棚里来了 上边长满了红蜘蛛 没办法 如果说不去管它的话 让它继续浇水生长的话 就会出现满叶子上很难看 所以说我就控制浇水 尽可能保持盆土的干燥 让它强行进入了休眠期 把所有的叶片全部落干净了 一直感觉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没想到春天的时候开始往外长芽了 而且它的芽子明显的出来很多 它出来这种芽子呢 就证明它的温度已经回升了 它的根活性已经提高了 冬天的话 你少浇水 只要保持喷涂的微微湿润 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 给它浇一次水的话 它不会死掉 你把强微的根跑出来扔到那儿 一两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要担心它的根会死掉 这样控制它强行让它把叶子落了 以冬季室内不通风 能够有效的预防它出现 就是病虫害的情况 这种感染红枝猪之类的 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室内痒 让它强制落叶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入冬之前提前打一面药 能够防止它招虫 这些都是最靠谱的方法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 主要是它已经开始长芽了 芽长的很多 所以说前期开始萌发的时候 一定要去给它施肥料 养花就要施肥 不施肥 这是骗人的 没有肥料的补充 你在这么小的盆里边 一年的时间绝对的缺少养肺 它绝对的不能够开花 绝对会出现浆苗的情况 所以说盆土的表面要给它撒上 奥氯A2的环氏肥料 是以零钾肥为主的 给它撒上 让盆土里边一直有营养 每次浇水都能够见到养分 再一个就是给它去浇促进开花的肥料 这是花豆豆的二号 一勺 给它加上 然后呢 再给它去补充微量元素 这种盖米肥料就是很好的微量元素肥料 也是给它加上一勺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主要是养了一年的时间了 它的肥料肯定养分都不充足 给它浇肥料的目的就是促进它快速的把芽长出来 快速的去出来更多的花 如果你不施肥 它也许能够开花 能够开一朵两朵开的不多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去浇肥料 促进它把花开的多 然后呢 开完花再去修剪 让它的枝条长得丰满了 然后再出来更多的花 再开花 第一次浇水也是给它浇透 浇肥水也是一次性给它浇透 浇肥的浓度 你尽可能选择在一比八百到一千就行了 浓度不要太大了 你要是一比五百的话 你浇肥不当的话 或者盆土里边肥料过多的话 就会造成烧肝的情况 按照一比一千的浓度去浇任何肥料都可以 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次数 一个月给它浇三到四次 这样就足够养分补充 让它一直养分一直去生长 一直去开花 月季开花就这么勤 特别是有的品种的月季 能够一年四季一直开花 但是前提必须土壤收通透气 必须给它充足的施肥和充足的光照 这是养好月季的一个关键点 今天就是教大家月季刚开始萌发 应该怎么去给它施肥 如果您学会了 麻烦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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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